欢迎回到日线追踪 中华桌球代表队在本届奥运赛场上表现亮眼 来自宜兰年仅19岁的小林同学林云如首闯奥运 就在男子单打项目涌夺第四 凭中华队男单的最佳成绩 更在混双跟正义镜搭档夺下铜牌 改写了中华队21年来桌球项目的夺牌记录 其实林云如从小开始就展现超龄的实力 小学三年级开始接触桌球 却不断地缔造记录 不仅打赢了世界球王樊振东 更击溃全满贯选手马龙 腼腆害羞 沉默冷静 天才神童成了外界给他的封号 小林同学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 而是靠着苦练成就今日 一句唯一的休息的日子 就是上场比赛那一天 更是感动无数的台湾民众 除了自身努力 父母支持 加上不同阶段教练的培养 成就了小林同学今天的成绩 今天我们就透过他的教练视角 一起认识台湾桌球界的奇迹 林云如不为人知的一面 不断地超越自己 因为其实桌球就是一个自己 不断在跟自己比赛的演奏 体能它也是从最后一名开始 它是不服输的 这个就是一个运动员的降格 神童归神童 还是要努力地训练 真的非常不容易 加油 眼神锐利架势十足 她是林云如 稚嫩的娃娃脸搭配娇小的身躯 国小身高不到140公分 双手展开都还没有桌球桌那么宽 谁也没想到拿起球拍却充满杀气 小学三年级才开始打球 起初只是兴趣 没想到训练不到一年就四处征战 还扩奖无数 让众人都跌破眼镜 云如她是比较文静的孩子 在国小阶段也比较娇小 简单说她长得可爱 所以我们出去比赛的时候 很多不认识的人 对她不了解说 这个这么小她会打桌球 我就会跟她介绍 而且特别介绍 你不要看她 这个阶段很娇小 她可是我们的正对之宝 都拿全国冠军的 不只外人看不出她的天分 训练初期 教练也完全没有察觉她的才能 直到某次训练时 云如反映球拍有异账 才让教练惊觉 这位天才神童的天赋异禀 我们选手拿的球拍 都是木板跟胶皮 它是分开可以结合的 但是里面有如果有故障的话 照理说那个初学者 孩子会感受不到 但是于云如竟然她感受得到 所以当时我们觉得 她的那个 她的手感相当地好 灵敏度相当高 带着超龄球技 征战无数 这是球场上 沉着冷静的林云如 这是林云如首度进军 全国运动会男子大打桌球金牌 其实林云如在104 105 106年来 全中益 国中男子手 她是连拿三届的金牌 所以年轻小将碰胀了老大哥 面对老大哥庄志渊 林云如依旧沉着应战 放下球拍回归生活 这是私底下幽默爱笑的林云如 去过哪几个国家 日本 南国 印度 它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都是印度人的地方 勉腆害羞 深色内向 这则是美光灯下 被封为神话一哥的林云如 不论哪一种性格都真真实实的展现了 他质朴纯真 一心只想把球打好的决心 不到20岁的他 以超灵球技四处越级挑战 以黑马之姿 击败世界各大名将 捉球神童的身号 瞬间响彻球弹 2012年 未满10岁的林云如 就拿下东亚少年锦标赛的冠军 2015年 就成为台湾最年轻的 桌球世纪赛国手 曾经击败了前世界冠军 德国名将奥夏洛夫 打败了日本怪物少年张本志和 更接连扳倒了世界球王马龙 和中国名将樊振东 一战成名的林云如 被外媒胜赞 是台湾桌球20年来最强的选手 国际桌球总会也称他为 不可忽视的新星 很多人说我是天才 但是他们不知道 我唯一休息的日子 是上场比赛的那一天 被誉为天才神童的小林同学 其实并不喜欢这个封号 因为在风光荣耀的背后 其实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 国小启蒙教练赖瑞熊 谈起林云如 从桌球兴趣迈向专业 最关键的一战 就是他国小比的第一场全国比赛 然后第一次去打全国大比赛 就是输得还蛮惨淡 输第一轮还好 第二轮也还好 然后到最后一轮 他是2比0领先 然后连续被逆转三局 然后那一次印象很深刻啊 就是说他输完了 他就突然就包哭了 然后我说安宁怎么了 他就说很想再重新打一次 那一次全国大比赛之后 然后回来练球啊 就是各方面都比较像选手一样子 不只人生中打的首场比赛 就以惨败收场 被誉为天才神童的他 也曾经苦偿最后一名的滋味 他在送餐家商在训练的时候 他那时候体能很差 所以我那个时候一直在盯他 要跑步 然后但是跟他一起跑的都是 高中的大哥哥 所以他每次都跑最后一名 你可以知道 他在最后一名的时候 他是不服输的 这个就是一个运动员的降格 抱着不服输的性格 努力克服先天与后天的障碍 很难想象 林荺汝每天的训练时间 超过六个小时 每周至少六天的时间 唯一休息的礼拜天 有时候还得再加强训练 不为人知的辛苦 还不止如此 有一段时间 他为了精进球技 每天宜兰台北通车 只为了让自己 拥有多一点点的进步机会 那个时候从宜兰 去把他拉到台北来训练的时候 他可以说每天自己做客运 通车上来 就为了跟 比他强两到三个阶段的 一些青少年国手或成人国手 这些大哥哥训练 你就可以知道说 他也是迫不及待想要去追上他们 大家都是说他是神童 但是神童还是需要努力去付出 然后每一球 每一个动作去堆叠出来的 所以也是每一滴汗水的 最后的结晶的成果 天才神童的背后 是靠着无数的苦练 加上永不服输的精神 紧握球拍 坚定眼神 林云如用沉着冷静 一次又一次 挥出属于自己的卓越巅峰